英文长句的正确念法 当然这边也不只是讲长句 还有发音 还有方方面面 简单而言之 就是英文程度会变好 发光发亮 像第一句我们这样分段会比较清楚一点 但是要怎么分段 要有经验跟技术 但是习惯成几次 多试几次 大家可以抓住俏谱 When people in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get together it speak普通话 像这些单字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聪明的 英文程度好 一猜就算不知道 一猜就知道普通话 就国语 普通话 所以英文 没有什么英文 你把外来字去掉 就没什么英文 到处见 你说英文我们讲的是现代英文 当然它前面有近代英文 有中古英文 有古代英文 古英文 还是英文嘛 但是古代英文现在几乎没人认识 很少人 很少人 专家的认识 连这个近代英文都不太认识 但是它还是英文嘛 但是它还是英文嘛 但是再早它借从法文 意大利文 德文 再早又从 这个拉丁文 就是罗马帝国的 甚至更早希腊文 又从东方嘛 日文嘛 中文 现在普通话就是中文过来的 普通话 因为我们以前讲Mandarin Mandarin也是国语嘛 但本来是清朝官员的意思 反正现在很多人讲普通话 没来一听嘛 这个我们现在听中国人讲国语 它也不叫Mandarin 它比较普通话 在外国说欧欧 普通话 比较朝一点 比较清朝一点 当然人们从中国不同的地方聚集在一起 所以前面这个动词 该怎么讲的动词 因为前面有个关系副词 所以它是子句 子句就是 从属的 副语的 说明的 可有可有 有比较好 讲得清楚 没有也没关系 不影响文法的结构 真正动词是speed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不管是关系代名词 重续连接 它是子句 是附属说明 比较调诡的主句 通常摆前面 这我们一般也没问题 可是如果它摆在后面 我们就觉得麻烦 这有个前面吗 有动词吗 这面主句它不是什么事 就是当中国 不同的地区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讲普通话 为什么呢 你说西藏人呢 讲维吾尔话 不然四川人嘛 讲四川娃 可是碰在一起还在讲国语 不然不能沟通 最大公约束 那中国人有没有消息 有啊 大学是中国嘛 小学就是瓷器嘛 那日本有没有消息 有啊 就是七七 Turkey 就土耳其嘛 大学土耳其 他们想打赶 我们觉得土耳其不好听 小学就火机嘛 English也有啊 大小学都可以 一般English 就是英国人 不是英国人 英格兰人 但是呢 这个小学就是我们打赶球啊 打比方的蛆球啊 有无度的球啊 In pyramid selling a person buys a large supply of goods and sells them to a lot of people who sell them to others 这 pyramid selling 这是金字塔的 Selling就是贩卖 卖东西 什么金字塔 是为了卖金字塔 金字塔不能卖 我们叫多层次 产销就像金字塔嘛 上面尖尖在下面 叫宽嘛 这是一个高低结构 这样子好像还是解释不通 就是上层下层嘛 因为它有上线下线 哦 金字塔顶端可能就是一个老板 一个人 然后下面两个人 三个五个八个 到最后面可能几百个人 上千个 这种叫多层次 存销 在多层次 存销英文是 Pyramid Selling Selling 它就上线一个人嘛 尖端嘛 金字塔顶端嘛 下面到最下线就像 它的底部嘛 一大堆石头 这是一个人嘛 买了很 这次不知道是工艺啊 就本来买了很多货品啊 贵的本来形容词啊 加S就不形容词 就变名词啊 货品 有很多啊 英文字啊 不管是名词形容词啊 加了S 磁性也变了 意思也变了 像Word的本来木头嘛 加S变森林嘛 森林很多木头嘛 Grid本来是形容词很好的嘛 你卖货品要很好的东西嘛 加S变成名词啊 货品 像Grass本来是玻璃嘛 加S变成名词啊 就变眼镜嘛 因为眼镜有两片玻璃嘛 那PS Charger 加S嘛 其他两条裤子 它重点叫 也叫负数名词啊 相对负数名词就是 单数名词 能叫集合名词 永远单数嘛 像Police啊 像Beeple 就是一个人啊 经常顶端的老板啊 买了一大堆货品啊 要把它卖给许多人 然后他们再去卖给别人 就是上限嘛 就越上面赚的越多嘛 他可能只卖给五个人 五个人一个卖给五十个 五十个卖给五百个 五百个卖五千 但是每一个人他都给抽一份啊 就是上限 越下面抽的越少 越靠近他抽的越多 就是越上限就赚的越多嘛 所以很多做多层次啊 公司都说 哎呦我们有什么金钻石啊 蓝钻石奖啊 一个月可以收入台币啊 几十万上百万 就这样子嘛 靠下限 越下限越倒门啊 又不好卖啊 又要去抽 In period in selling a person buys a lot of supply of goods and sells them to a lot of people or sell them to others 像 good 不管是使用词good 或者是用词good 好可念 固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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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念败耳铃 good 不是固的啊 good 不好念 啊 after the old man died to build a pile outside in order to burn his dead body in a general assembly 好 这边有几个梗嘛 像第一个派 什么东西啊 木材堆啊 木材堆啊 有种这个 像比较落后一点的地区民族啊 就是一般我们知道 冯化炉嘛 冰衣馆嘛 比较落后的地方就是 就是弄一堆木材嘛 烧柴火就把尸体放上去 就把尸体烧掉 那个木材呢 要烧尸体堆起来的木材就拍了 就木材堆啊 那第二个呢 after after不是介细词嘛 后面跟你一起 可是这边有动词啊 怎么会有动词啊 所以这边after 它就不再是介细词 介细词是piposition 它是连接词啊 conjunction 因为连接词啊 一般是 重组的连接词比较多 它是后面可以接个词 不再动词 对的连接词比较麻烦 也可以接词句 也可以接单词或单词 就是在老人家过世以后 他们可能亲戚朋友啊 邻居啊 做了一个 就是建造 就建造了一个 柴火堆啊 在外面 做房子外面嘛 你不能放在房子里面嘛 Energy就是 为了什么目的啊 要烧它的尸体啊 像美国人讨厌啊 我们讲daddy body 很清楚嘛 body的身体嘛 daddy body的尸体 Ceremony是一个仪式啊 After the old man died to build a fire outside in order to burn his dead body in the funeral ceremony 我们就要分开一下啊 就比较清楚 一个自己比较轻松啊 一个是对方听起来也比较有层次感啊 有顺序感啊 叫掉落分明啊 听得比较清楚 那你如果说我就习惯念快 那可以啊 你咬字要清楚一点 最怕就是咬字也不清楚 念六块最累啊 所以美国人就很怕那个中东人啊 印度人啊 他们讲得很快 有发音很差 日本人他不怕 日本人发音很烂啊 就讲得慢 讲不快啊 他有时间反应 最怕就是印度人啊 这个阿拉伯人啊 咬字又差 发音又差 也讲得很快 他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The store charge quadruple the normal price because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这个store本来是组存起来 快变商店啊 商店也备货啊 这边商店的意思啊 动词又组存啊 组藏 其二就是 Acharge这个字非常复杂 这边是锁架 就开架 出架 就卖东西价钱 然后动词啊 也可以是 也可以是充电啊 帮大家的手机 所有手机充电 也可以是负责 也可以是起诉啊 控告 控诉啊 很多意思啊 Creatable就是 四倍啊 就是他们 比如说 一个鸡蛋 这个本来一哥 他才比八块 现在 八四三十二 一个买三十二块 就四倍 快速投 快速投 四倍 我觉得他们售价 起高四倍 就是比这个 Norm of Giants 比正常价格 起高四倍 他说不合理啊 为什么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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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 公益 公益 公益不足 所以 物理是为贵嘛 货多了 便宜嘛 货少了缺货 就贵嘛 台湾 过去两天 鸡蛋 切货 哇 贵了两倍 没关系 chered quadruple denoma drive because there was a shortage a supply sh · shoulding 就是不够嘛 反正是短的嘛 短的就不够嘛 不够就短嘛 长的就够嘛 wheres like by much sum many et dest 确语 quantifiers everything using English 这边有很大的根 就是我们一般讲慈性 它是part of speech 它叫磁性我们一般传统语 讲八大磁性 可是你说不对啊 好多的磁性并不包括在 八大磁性就是名动形腹 名词最多 动词应该多 形容词 故词名动形腹最多 代名词 解析词 感叹词 连接词 八个 关系代名词呢 什么没有啊 关系副词关系使用词嘛 什么关系词叫没有啊 还有什么定管词 不定管词什么没有啊 分开来嘛 就是八个磁性可以隐身出来 大概可以隐身说二十个吧 就我所知 二十个跑不掉 其中这叫数量词 quantified quantified就是数量 quantified就是数量词 就是表示数量 你看much 数量上有一些嘛 many 很多嘛 当然也算是可数不可数 不可数 通常是用在英文里面 叫做数量词 所以它也算有词性 但是小的 也就分出来的 就从形容词里面分出来的数量词 所以下次我也做一集 就是八大磁性可以延伸 怎么样引申出来 二十个 当然如果真的要细分的话 如果把名词分为可数啊 不可数啊 一般名词啊 抽象名词啊 集合名词啊 这个复数名词啊 等等 哇 那可以找到二几个都没问题 词词啊 words like much sum many etc quantifiers of using english etc 是拉兵文啊 但是etc 它简起啊 后面一定要加一个 句点 句点是period the four winners at the credit finals but play each other anti-semi-finals 这也可以词词嘛 一般的semi 多一点 我们说 决赛啊 王决决赛 阿比邦决决赛 蓝决决赛 final 决赛 整决赛呢 semi-final就是 一半 然后办整决赛 quit-finals 以人来讲的话 决赛两个人 过两个队嘛 整决赛四队嘛 或四个人 啊 quit-final 是半整决赛八个人 过八队嘛 就是有四个 赢家 赢的人 或队伍啊 就是 因为你们八个人嘛 赢的人 各赢的 就变四个人嘛 这半整决赛 赢家四个人 或四个队 将会per each other 这边有人嘛 就彼此竞争嘛 我当时说 对也可以啦 两个人 两个队 会per each other 三个人 算个one another 在两场 因为两场 整决赛 所以 八个人 四场 四场 半整决赛 整决赛两场 决赛到这一场 因为它是好几场嘛 这个Jazz Quizards In it Premantous quantities of visible light and power to live 这个字就比较难 Quizards 它不是Quizards Quizards 是内心体 内心体 什么东西啊 讲一个大家比较了解 这是有黑洞 有黑洞的心体 外面还是很亮 可是黑洞不亮 但它在里面 在里面 黑的也看不到 外面是亮的 这是有黑洞的那个心体 那特色就是什么 我们看一面 一面就散发出来 发射出来 巨大的宽度 就是数量啊 就是可见光 所以非常亮 它质量非常大 几万个 太阳的质量非常大 又大 质量又高 以及Pulse 它还有很多射线 为这些那种光线 射线 本来是我们说 为海浪波浪 这些 不是波浪 好像波状一样 又内心体又大 质量又大 又亮 然后里面又有一个黑洞 因为黑洞质量非常大 因为光线出不来 看不到 quizards image tremendous quantities of visible light and powerful waves there's a quarter underlander Japanese cards that can be imported HP quizards就我们一般讲的 配合 限合 我们看这句子 就知道 这个quizards是根据什么呢 就是针对 按摩是上面 也可以针对 也可以是本店警客 on the house 也可以是包在我身上 在我什么身上 在什么上面 在我身上 我警客在我身上 很多意思 也可以针对 针对这个事情 针对它之上 针对日本汽车的数量 这个叫number 数目 数量也可以 刚才也可以当编号 第几号 第几号 日本 就是 我们一般讲进口汽车 我们讲 配额 比如说贸易战的时候 美国跟日本不好 就说我要处罚你 你不公平贸易 什么汇率 大堆问题 所以我要处罚你 汇率我可能处罚不了你 限制 你汽车 本来一年进口10万辆 我想只能8万辆 就做个出发 Import的进口 每一年 就是配额限制 这是一个贸易出发的手段 corder Here's a quarter under number of Japanese cars that can be imported to you 限制每年 从日本进口 那出口就不是output 不是orot 是export 所以这个进口吧 因为就里面 那外面出口应该是out 它不用用ex 所以为什么没什么道理 当然就是 Uliens future The arms race is a competition between countries and building up their strong weapons arm 本来是手臂 手臂 再加S就是武器 因为你手上可以拿很多 刀枪剑起吗 枪啊 炮啊 手榴弹 手上哪有很多东西 这边武器 Race白是人种啊 或跑步 也可以当竞赛 这些武器竞赛 就比啊 谁武器做得多啊 它是一个competition 是一个竞赛在国家之间啊 然后它是怎么竞赛 要硬 去去交流 让竞赛交流些 building呢 就建 这个building呢 也可以是房子建筑啊 也可以是booting 就集结起来 就是人累积啊 很多武器的库存啊 stop 本来是库存的意思嘛 也就是这样商店嘛 所以武器竞赛啊 就是国家之间啊 得到比 然后谁建 谁集结啊 累积 制造多的武器 就比较大 那这边有一个小表 就是booting啊 booting就可以啊 为什么叫booting呢 它只叫动词 动词成语 然后后面可以一个富士 为什么呢 因为常常加一个富士啊 意思就不一样 像这个比较不明显啊 有的时候完全就像break break b-r-e-a-k g-e-t g-o啊 后面好多个 加很多的富士 意思不一样 break into break out 这个一大堆的 那为什么呢 booting就是建造嘛 那这个up什么意思啊 up是上面 建造上面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 up很多意思啊 一般是上面啊 没有错 也可以是机器运转 也是up 也可以是由谁决定 那这边呢 是mine的 up有complete的意思 就建满了 也就是建造越多越好的 这个意思啊 一般可能看到up 做什么上面 the arms race the arms race is a competition between countries and building up their strong weapons country就当国家 就当乡象 it's out that members of different races can live together and racial harmony it itself就是希望是这样 大家希望 这就是代名词 是讲的东西 面对的 这样搞不清楚嘛 虚拟主持嘛 代名词 但是理议上就是大家都希望 他是 在希望 被希望怎么样 就是member 就是成员 就是不同的 raise 可以竞赛 也可以赛车 也可以是人种 这边人种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种族 的成员 都可以住在一起 然后再次维修 harmony 还没人就和谐嘛 不要闯架嘛 不同的种族嘛 黑人白人嘛 黄种人嘛 一大堆红人啊 土著啊 一大堆 都在相仁无事嘛 民族大融入嘛 raise是民族 形容词是 raise 民族的融合 it is how that the members of different races can live together and raise your harmony 这raise 它是发音的不一样 一般全面 le le 比较精神 le 树叶 它是比较短一点 你带一点 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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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raise 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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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集讲究